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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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对 我说的是电影看了较多的朋友 多少都能在路易的鬼屋系列中 发现不少老牌经典喜剧片 《作鬼敢死队》中设定和桥段的影子 而基于发布在09年替代最终流产第三部电影的同名游戏 便在12月12号正式推出中文版本的《作鬼敢死队》高清版 可就比9月刚发射的《路易鬼屋3》 在整体水平特别是趣味性和游戏性上要岔出一大截了 本作的剧情衔接在电影第一第二部之间 讲述玩家扮演的新人 加入由三名以科学技术研究鬼怪的大学教授 这被学校开除后 成立了以高科技设备为市民们提供捉鬼服务的团队 说展开了一系列崎岖冒险故事 并汇取了原版电影中的演员为主角团队进行配音 游戏采用第三人称设计玩法 流程围绕闹闹鬼酒店 博物馆 图书室 甚至城市街区等场景 并利用探测器 扫出幽灵们的藏身之处 再用四种以及每种都有两个模式 然而花钱升级的武器与妖魔鬼怪展开大战 有一说一 比起路易的鬼屋 抛开本作是基于原版高清重置 画面和建模只能算是合格水平外 捉鬼敢死队虽然也通过队友们不停的唠嗑 全程笑点十足 但游戏过程中的氛围其实更偏向于惊悚 另外借助各种高科技装备和场景中基本都可破坏的元素 战斗十分的火爆 游戏中的解谜部分也算是比较有新意 加上还算不错的主线剧情 和我购买是215块价格 综合体验 貌似并不算糟糕 但毕竟有路易的鬼屋3终于在前 虽然也可以看作绿帽雄是偏向在充满游乐园鬼屋气息的场景中 主打老任标志性的探索解谜和收集乐趣 作鬼敢死队则更偏向电影化流程设计 两者是不同风格的作品 不过后者的制作细节就差异明显 探索时缺乏合理的引导 考虑到原作 毕竟是上时代早期作品也就算了 作鬼中几乎完全没有手感反馈 印象最深的也就是武器过热时需要冷却 通过震动提醒玩家那一下 白白浪费了各种特效 场景互动十足的激烈战斗 而最关键的还是 游戏虽然场景不少 但大多都十分阴暗 这就像引导机制的缺乏 很容易让玩家绕着绕着就产生厌倦感 不得不说 比起玩这作 路易的鬼屋3真的要有趣太多了 奇妙的剧透 以及剧情设定 几乎没什么让人回味的可挖掘点 角色的演出表现 也比不上制作团队 在PS4早期的同类型代表作直到黎明 其实这些缺点都比不过一条 我是买钱就知道它流程不长 可也没想到它是这么短 直到黎明也是标准的美式爆米花恐怖片 作为噱头所谓蝴蝶效应多重支线 其实也就是稍微增加了玩家的游戏时长 但好歹故事设定还算不错 中期突然剧情反转 这加上不少作品采用过的转场叙事方式 特别是现实QTE和体感等交互元素 结合紧张的情节演出 这加上一气呵成长短正好流程节奏 虽然它成不了什么主流大作 但游戏的综合素质还是合格的 而黑箱级系列采用了通过多个各种类型的恐怖故事 并大约每年两部分开发售的方式 但第一部棉栏号的表现就实在让人有些失望 两个多小时就能通关不说 剧本和游戏的整体水平也比不了同类 甚至制作方之前的作品 另外我个人觉得互动电影游戏 要么剧情出彩 要么画面出色 或是能带给玩家很大的参与感 这三点棉栏号都十分一般 再加上直到黎明的汇免案例在先 有兴趣的朋友我建议还是等一下汇免吧 第四款马里奥与索尼克东京奥运会 主打让两大老牌日本游戏元老的明星角色们汇聚一堂 并在各种传统和魔改后的奥运比赛项目中 同场竞技的本作 其实无疑失款奥运会的应景之作 不过借助Switch自带分享和体感设计 我一直期望这作能在类似玩法的马里奥派对基础上 通过同样多的各种模式和丰富的小游戏 并结合运动项目 带来不一样的家庭和聚会游戏体验 而实际上我在10月1号花了320块入手本作后 除了正好隔天就飞去东京 在旅途中和家人玩了几天晚 之后只要有多人游戏场合 依旧是首选马里奥派对 如果说马里奥派对的定位非常明确 整部作品从模式和内容设计 小游戏的数量 针对不同的玩家类型 以及细节上的友好程度都十分完善的话 索马里奥运会的定位就十分的迷 运动项目你真肯定谈不上 趣味性也真的比较一般 不像马帕设计的动手又动脑 且一盘时间还操长大富翁模式 多人合作闯关 激流勇进 非常容易炒着气氛节奏体感模式 小游戏中还有着随机项目组合比赛等等等等 索马里奥运会 我个人最失望的还是模式太少 单人很容易就会厌倦 而即使是多人玩 也只能手动一个个选择项目 部分运动还时间太短 玩的时间还都没选择时间长 平心而乱 本作的部分特别是魔改项目 其实玩法还算可以 精心制作的复古模式 对于经历过八位红白鸡时代的玩家 也算是个玩点 但这种类型毕竟单机可玩性不强 多人时除了结合运动项目本身的新机性玩 几乎各方面都不如马帕来的完善 体感判定其实也不如马帕更加简单方便 本作我自己是舍不得卖 但还是要建议一下会考虑入手的朋友 如果大多时候是为了多人来玩 那还是强烈推荐马里奥派对 讲了这一堆 其实除了魂斗罗 我要找个话框表起来引以为戒 和奥运会还算是有独特意义不舍得卖 其他的都大不了可以出了回血 损失都不大外 不过有这么一款作品 不但不会卖 还在不停的坑我的钱 绝对是今年买的最亏最火不该当初的游戏 它就是PS4版死祸生6 从土星的一代开始 到街机厅 再到Xbox 360 3DS和PSV上的各款续作 我一路看了DOA系列的建模越来越精美 也一路看了这款在美女斗士的噱头下 其实格斗元素手感和平衡性设计 都十分粗彩且硬核的作品 慢慢演变成花样层出不穷的换装大戏 今年三月发售六代 非常可惜的暂时缺失的Switch平台 但意料之中是我花了328块入手的本体 只是DLC地域的开始 相比起上世代的前作 六代在建模和贴图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 发布一时制作人就强调 为了让玩家们注意力集中在游戏本身 本作的性感要素将会减弱 光看几位代表性角色 有史以来包裹了最严实的初始服装 和发售前的官方演示 确实好像是那么一回事 上手后才知道官方的嘴果然是骗人的鬼 首先系列特色柔软引擎取消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用想 而是在六代中得到了进化 居然会随服装的厚度和材质不同 又晃动的区别 虽然不像前作那么夸张 但真实感更强 虽然万年不变的情节和主要角色 都没太多好讲 不过游戏的打击感是依旧到位 服装解锁系统也让六代成为了系列最干的一作 到此为止 DOA6还只是一部不但有噱头有看点 而且内核出色的日系3D格斗游戏 不过该来的总归会来 如果你同样购买了PS4版 那接下来面对各种计票 各种活动 DLC新人物和服装史 可就得好好管住自己的手了 从和拳皇联动的酷拉与不知火舞 到婚纱泳装 健身服万圣节 圣诞节等等福利装 更精细的人物建模 也带来了更赏心悦目的不同造型 要是好死不死 正好有你的心头号 不知不觉就能手足巨多 从计票一开始 9个月的时间 我就开销了超过1500 来解锁新人物和服装 差不多能买5盘本体 新玩家朋友入手 须千万谨慎 另外友情提醒 既是手残玩家 也不用担心玩不好本作 系列一大特色的观赏模式 可以尽情使用暂停 来仔细欣赏角色们的姿势和动作 一定要记得好好运用哦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